英国央行将会在本周发布企业利率声明 但是相对来说 星期一的新闻量较少 首先在早晨六点钟 将发布的是六月日本机床订单出值 尽管出现上调 五月份订单依然进入复职区域 五月意大利工业生产统计数据 将会在格林尼致标准时间上午八点钟发布 四月份产量上升0.5个百分点 在三月份保持不变后 六月加拿大房屋开工将会在中午12点15分发布 开工量五月份为连续第三个月放缓 在二月份上行修正上涨至21.9万后 六月英国零售销售监控将会在晚间11.01分发布 在连续两个月处于复职区域后 五月份销售回到了正值区域 而在日程安排的最后 将要发布的是澳大利亚六月NAB商业调查 尽管商业条件有所改善 但是企业商业信心出现了小幅的降低 五月份商业信心指数下降了两个点 来到了正三 我是基亚哈利勒 以上就是星期一的经济日理 下期节目中将会为您带来星期二的相关概述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